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震惊 军事脉动 深入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开始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清华大学荣誉 讲座教授张延廷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王上志上志哥 观众大家好 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靖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来带大家关心的是 共军现在透过海上跟陆上 准备明显来强化对美国和台湾的一个施压吗 我们来看到的是我方的国安局最新的报告指出 共军积极的运筹三海的联动 包括了在台海跟东海跟南海上面 都来做军事斗争的一个准备 对台湾方面去年多次的实施了联合的战备警循 包括了实施联合战备警循今年的部分 朝向周期化的战训威慈 来做发展扩增对台威胁 在应对外军的方面 我们也来看到共军的数次危险 接近航金大陆周边的这一些外军的舰机 也凸显了共军现在对于区域安全 都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好 首先我们先来问张靖老师如何看 台海的情势您认为真的会跟着东海跟南海 来一起联动吗 如何解读 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我必须很残酷地指出 这是国家安全局搞了一次大乌龙 他当初到立法院要做这个报告的时候 这个一出来我就跟他认识的学弟讲 说你们怎么害死你们局长 我说这个三海联动这个词 是2017年2月份 在大陆上有一个学术期刊 叫做国家安全 由当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严学东教授 写了提出来这个三海联动这个名词 三海联动这个名词 由于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旗干是中国大陆国安部 他所出资的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学术刊物 所以他就有他代表性 所以你要抄 也要找对地方来抄 这个三海联动 当初严学东是讲说 这个美国组织了相关的盟友 去围堵大陆 原来用的是三T战略 哪三T呢 就是台湾 Trade跟Tibet 西藏 商贸跟台湾三个点来压迫 然后用这个三T联动 他说但是未来呢 他可以预见会变成三海联动 就是所谓东海台海跟南海 这三海的联动 所以我是觉得 尤其是这个名词 其实也用了好一段时间 2018年的时候 这个蔡英文总统 去苏澳那边到海上阅兵的时候 当时的媒体报道还特别讲 美国运用三海联动的方式 这个围堵压迫 结果今天一反过来 怎么在国安局的口中 变成说是 这个中国大陆提出这个 我查遍了中国大陆 相关的旗杆跟资料 就只有这个严学通 当年在2017年2月 提出来那个讲法 之后没有任何官方单位 要讲出来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 所以我觉得 今天要写分报告 这个就是 当然你为了给 这个就是立法院 去了解当前情势 写这种图文并茂 我们称之为战斗文艺 你也必须要小心一点 不要说是 弄得搞不清楚 这个最原始 这个名词从哪儿来都搞错了 好 针对近期台海情势 我们来持续做观察 产业建设的部分 是不是有不同的意见 而且比较趋向乐观吗 来关注到的是 AI的晶片大厂 回答执行长 这位黄仁勋 他说呢 预计美中的关系 不智慧恶化到 玉石俱焚的末日情境 好 他说呢 现在尽管地缘政治的局势 日益的紧张 但是回答仍然将继续 和台积电密切合作 他也补充说 虽然有一些不公平 有一些公平管理上面的问题 需要解决 但是末日情况 他认为不太可能会发生 现在提到台积电 他在美日得作的 这个区域分散风险 NVIDIA有可能未来 走向一样的方式吗 上志哥怎么看 我想其实NVIDIA 回答跟整个台积电的定位 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回答现在 我们这样讲 他现在是AI跟全世界资本的领军者 现在主要是回答的部分的 他所有合作的伙伴 他的全世界的股票 美国的股票 日本的股票 台湾的股票 全世界相关 都是大涨的 他这个领军者所看到的 大概唯一的他的障碍 就是中美关系 尤其美国政府 对于回答的某些前置 但我们最近在这一年看起来 感觉起来 对于回答的前置的部分 也没有像先前 包括从川普时代以来 这么多了 所以台积电不一样 台积电作为他的代工厂商 台积电就在台湾 所面对的问题 像刚刚讲的 美日得的部分的 三方的部分输出 包括最近现在 二奈米也在日本 第三场要做了 包括Covus 最核心的封测技术 也要转移到日本了 所以台湾的部分风险 台积电在地缘政治的 这个处理上 也有它自己决策 跟处理的部分的方向 而这个方向是 就台积电而言 但是回答却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 回答现在 它最先进的AI晶片 有绝大多数的产能 都是交给台积电来做 那么三星 包括Intel其他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 梁绿各方面做了 没有办法台积电这么好 但是未来都知道 这个部分的技术还会持续地往前 回答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方向 可能它还是分散到 像三星 Intel几个 后来 未来在美国跟日本 乃至韩国自己本身的生产 如果可以赶上的话 回答面对的问题 最大其实只是 中国市场 这个获利处理的问题 作为它的经营结构关键 所以跟我们所思考的 地缘政治台积电 面临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看起来 确实是 包括台积电自己本身 回答也是信心满满 所以所谓的这种 企业的这个Doomstay 可不是外星人 或核战这种Doomstay 对他们来说 这个部分 终究政治的这种 摩拳擦掌 或互相的挤压 对于企业来到 这个致命致死的关卡 我认为现在真的很困难 因为真的 AI这一件事情 目前的影响性 全球的十大资产 扣除掉黄金 白银 扣除掉比特币 所有的资 最大的苹果 排击电所有这些公司 都在包括回答 都在为AI服务 而AI现在作为 人类文明的再进化 这件事情 我认为它的影响力 有一点点 盖过地缘证据 目前这样子的影响性 我的意思是 一个正面的拉力 正在有一点点 跟前两年相比 正在覆盖掉地缘政治当中 影响的绝对性 回答就地缘政治来讲 它现在不管是 生产方的部分 还有其他国家的选择 它面对的比较是在 中国大陆的销售市场的部分 不过我们从企业的布局 也可以看到一些预知风险 但是解放军近期的威胁 就是很直接的了 好 我们要直接来看到的是 解放军目前 它又做了哪些行动 来看到画面上 这一款是翼龙十无人机 在台海完成了一次 南北往返的飞行 全程开启的是应答机 而且不隐藏它的行踪 翼龙10号称是最先进 而且它是高空的隐形 大型的侦察打击 都一起的一款一体式无人机 我们再稍 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细节 它的飞行高度 从面板看到是一万公尺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三顿的部分 好 再来看到航程的部分 可以达四千公里 然后它说可以在滞留在空中 达到八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 最大的挂载量 接近一顿 可以攜带是应急九一反舰飞弹 还有蓝舰系统地对飞弹 好 对地飞弹 我们特别指教将军如何看 它现在包括它拥有空对空 空对地等等的一些功能 你觉得它的实战 已经足够成熟了吗 因为这个是它翼龙十 它是真打一体 而且它开了应答器 在海峡中线 穿越海峡中线到我们这边来做 我们海峡中线以东 靠台湾的海空域 来这边飞行坐 它虽然侦达一体 但是它是重点是在侦查 它把侦查 它把这个应答器都开了 我是我在这边 让你知道 因为它是逆中的 你看整个的 这翼龙十 有点点像美国的全球之音 就是RQ-4的样子 很像 也有逆中功能 但是全球之音 是没有完全逆中功能的 那这个它的应答器整个开了 可能也考量到 穿越航路的时候 因为它是穿越的是航路 有民航 你包含五栋三大都穿越了 要告诉下面的民航机 民航管制单位 它的飞航高度 飞行的航响 都要告诉他们 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边 然后它装的 它可以装多功能的 包含这个EU电子侦查 包含的我们讲到的 数位光学相机 也包括了核程孔径雷达 还包括电子资讯的征收 都可以 换句话它是个 它飞度飞行飞得高 它可以做广域的侦查 那它到这边来的话 它跟有人机 有时候跟中共的 这些战机也搭配 不是光是它 图零零的过来 它也跟战机这样搭配 反正它在这个地方 做勤收 做个广域的勤收 高度飞得高 是做广域勤收 那这个勤收的方式又很多 你从电子光学一直到 电子资讯 它都可以收到 那它这样的话 把常态性的 把台湾的相关的这些 你包含无线电 包含都普勒雷达的频谱 全部都给你接收到 包含我们讲到的 包含地对攻飞弹 或者是这个舰上的 对空或对海 搜索雷达的频谱 通通收上去 收上去它在做研究 在做分析 在最重要的是做比对 因为它以前 也会有相关的资讯 但是资讯要不断的 比对跟更新 那它就可以常态的 这样过来 那常态过来 它换句话 它已经成熟了 为什么这一次 在前两个月的 这个中共到 这个沙奥地亚罗 就是沙特 那边去做航空展 沙特向他们订的 就是我们讲到的 这一款的飞机 你的翼龙石 沙奥地亚罗订了 一到两个中队 也就是一个中队12架 它订了12架到20架 真正的数量 它还没有敲定 那换句话 这一款算是性能不错的 不然沙奥地亚罗 不禁地要向中国大陆 下这个订单 因为沙奥地亚罗 大部分的武器装备 是买美式的 包含它的这个F-15 F-16都是买美国的 那很少买中国大陆 现在慢慢向 中国大陆下订单 那先从无人机开始着手 有人战机 沙奥地亚罗 还没有买中国大陆 但是我想它如果要买 美国一定会在方面 做一些相关的勤收 但是中国大陆 它会派技术人员 给它做保密 因为是中国大陆 这个我们只要讲到的 翼龙石 是它一个代表作 它在这方面性能上 有大大提升 因为我们讲到 它对地跟对海打击能力 它的挂弹量 它有四个挂载拍龙架 但是它总挂载 是只有挂一公吨 所以挂轻型的反舰飞弹 打巡防舰可以 打重型的 因为它那个弹头重量 大概就是100公斤 那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 打重型的战舰 它的效果是有限的 但是它对地跟对海打击 它的那个 所发射的那个 对地或对海的这个飞弹 大概就是像 类似美国的鱼叉飞弹 但是美国鱼叉飞弹 是打得比较远 那它这个方面 它也可以做增程 是 它这样 它无人机做渗透 渗透之后 在补足它的航程 去打别人的地上的目标 或海上的目标 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来看 一龙石 它在做验证 验证完毕之后 它找一些它的功能 跟它可以改善的一些地方 将来可以在战争中 不管是在其他的战场 它可以发挥它的优势 是 一龙石将军来看到 未来它在实战上面 成熟度是有值得期待的地方 我们另外来看到 是另外一个 同样是侦查打击一体的 还有无人机 我们也请静哥来帮我们看到 这台是彩虹漆隐形无人机 起飞重量的部分10吨 可以携带大型飞弹 或引导其他武器 打击这些高价值的敌方目标 那预计会在2024年的11月12号 就会在珠海的航展亮相 请静哥来帮我们比较一下 彩虹跟翼龙的部分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彩虹 你对比它前面的 这个彩虹四型跟彩虹五型 因为没有彩虹六型 彩虹六型做得不太成功 那彩虹七型 这个七号跟那个前面的四号 跟五号 那个是整个构型是大要变 前面很像这个西方的 劣势者的这个叫做山寨板 后面就是完全是密宗 所以它未来对于外销市场 到底有没有这个开拓的雄心呢 我想是应该是存在 因为当初彩虹四型 有11个国家在用 彩虹五型有5个国家在用 但是这个彩虹系列的产制单位 基本上是做真正的航天导弹的 是中国航天空气动力研究院 那个是专门做航天的导弹 那这个刚才讲的 这个翼龙这个系列 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它是把第一集团 第二集团合并一起来做 它其实外销也很有绩效 它的翼龙二型 有7个国家在用 这个翼龙一型有9个国家在用 但是翼龙三型2022在珠海航展出来之后 没有下文 可见这个构型可能不是很成功 但是翼龙十刚出来的时候 就很高调 大家叫云影 但是它真正在这个 就是共军里头的编号是WZ10 代表吴征十号 那也有人把它称为攻击十号 或攻击十二号 反正有不同的编号 但是翼龙十我是觉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真正的 算是打出名号 或者成为完全成熟的这个就是产品 这次在台湾海峡现身 也不如是试水温根 测试我们的空防能力 也测试它的 就是说满足任务的 就是这个韧性是如何 但是面对无人机 这是将来 这次恶物战争 我们都知道无人机 这个饱和攻击确实是相当惊人 但是有很多人一直认为 要一直到最后一线 然后用软杀硬杀 然后就是说来要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这样 应对无人机 第一优先源头打击 在还没有起飞之前 就把你摧毁在你的基地 第二要袭杀 这个指管通勤的系统 就包含你的中继的飞机 或者指挥的中心这些 那当然还要搭配很多 背痛的手段 比如说疏散 加固 伪装 干扰 发射诱标 所以我就讲 这个永远是一个毛雨顿的斗争 都要有 还是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间 是 谢谢静哥 再来我们关注到的是 美方在南海的动作 来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3月19号 他抵达了菲律宾马尼拉 这是布林肯第二次访飞 那他也特别强调 美国牵手对菲律宾 坚落磐石的防务承诺 将会协助菲律宾 抵御在南海的武装的攻击 同一时间白宫也宣布4月11号会举办首度的美日飞的三方峰会 那这一次特别注意到是领导人都聚在一起了 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跟菲律宾的小马可 都会特别齐聚在华府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三方对话 已经把他的象征意义提高到领导人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美日飞是不是已经感觉到 这个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 真的越来越紧张 上志哥 当然在今年任何国际政治 由美国政府主导的话 都要连接到美国大选 以至于拜登选情 本身对于拜登的需求 对于拜登的舞台是什么 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现在如果我们来看 真的在南海地区 当然我们都经常听到很多 包括军事上 包括也有一些渔船 各方面的摩擦 海景 等等的这些 但我们总体来看 目前真的在南海 整体的结构 我觉得无论美 中 非来说 它基本上还是在部件的状况 要知道南海最核心 有两大意义 第一个部分是经济利益 因为南海这个地方 包括石油的蕴藏 这些东西是难以想象的 各方面都寄予 尤其中 非 在这方面还有越南 大家在这里有所拉扯 第二个还是经济到国土 将界的这个意识形态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说不清楚了 所有到底是你的 我的古代的到现代的 这个部分的拉扯 其实是一个无解的 但总理来说 我们得要看 美 现在是加进了日本 美 日非的 这次同盟的部分 要到领导人 这样子的对话 在总理来说 其实对于日本 跟菲律宾来说 在南海的意义不太一样 菲律宾当然就自家门口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说日本真的很重要吗 日本其实对于美国 当然是一步一趋 在印太的总体战策 可是在南海部分 我们得讲 日本自己媒体有形容 日本对于南海的关系 是一种 nostalgic 怀旧的 有一种 过去一定要 有一种怀旧的情怀 也是意识形态在这里头 所以非得要说 其实日本自己在主导性 挑战南海问题 具体的台湾问题 没有像我们想象中 捆绑到那么密言 在这里面 所以来看 简单讲说最后 终究来说还是回到 中非关系这件事情 我想现在小马可氏本身 在当选之后 快速的整体的 从杜特蒂以来 变成反过来亲美 中非关系的恶化 外交骂来骂去 在最近已经看得难以想象了 所以现在主要是在于 这样子的激烈之下 其实真正关系 还是包括菲律宾 包括小马可氏本身 因为我们知道 杜特蒂 包括他的女儿 现在在校图里 好像意见不太一样 作为副总统 所以这一点 是不是也会引发起 菲律宾自己本身 政局当中 在美中非三方的变动 我觉得可能才是在 今年后续要观察的 主要重点 是 将军怎么看 刚刚这个上次哥 都帮我们特别提到 这当中特别要观察到的是美非 那现在又加入了一个日本 您怎么看 这一次的领导人会议 已经达到三方对话了 他们在这一方面 包含美日非 因为布林肯在3月19号 已经到菲律宾去访问了 然后在4月 我们知道在4月11号 美国 日本 菲律宾在华府 有这个峰会 那这换句话说 重点的话是在 放在菲律宾 那菲律宾的话 最重要我们是在看 在4月中旬的时候 有美非兼并兼的演习 重点在这个地方 4月11号 大家先来开峰会 4月中旬 一直到5月初 有美非兼并兼 美非兼并兼在去年的时候 是规模例来最大 1万7千多人 那时候日本 那时候日本是派观察员 美国跟菲律宾是最多 菲律宾是派7千 美国是派1万1 是那么多 加起来1万7千 这样1万8 那今年的话 我判断 今年2024的兼并兼 可能比去年的兵力 还会再稍微多一些 规模更大 规模会再大一些 我想会这样 不然日本也加进来 但日本原论上 我认为 它这一次的话 会重视 可能也是派观察员 但是可能会支援 一些部分的这些武器 像有一些 菲律宾的大型的巡逻舰 它用的是日本给的 那是这样 那日本会不会 这一次的开美日飞的峰会 又要给日本这些武器装备 那这些武器装备 将来的时候 这菲律宾也可以强化 它这一方面的军力 那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 是因为仁爱礁 因为黄岩岛 因为仙鹅礁 还有九张群岛 这一方面 中国大陆采取的是 比较强势的做法 那菲律宾是要靠山 当然是美国 美国跟菲律宾 有1951年的 按照美非共同协防条约 讲得很清楚 它在后面撑腰 所以我来看 这个峰会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 一定是尖兵尖演习的 规模的探讨 可能会比青年 稍微大一点 第二件事情 可能会强化菲律宾的军力 可能会 菲律宾最起码 要加多一些国防预算吧 只要只是42亿美元 太少了 希望你的国防上能够提升 然后美国可能会卖二手的 军舰或者是战机 给菲律宾 那第三个我认为 就是很具体的 强化对菲律宾的支持 也把日本拿起来 因为以前的话是美非 那现在的话又加个日本 所以是强化对菲律宾 在这一方面 尤其是岛屿主权的 因为刚才上次有说 就是里面下面的石油的蕴藏 因为中国大陆 也是需要这个石油 先有主权 你才有矿权 你没有主权 怎么会有矿权 所以也会考量 菲律宾也会想 那它也有主权 它下面也有矿权 那尤其在 九张青岛一东这个区块 到新河到以西的区块 是有石油的 还有很多的天然气 我想在这一方面 有这方面主权跟矿权的考量 是 谢谢将军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这一节来关心路透 好 这一节来关心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丁才刚宣布当选 就已经规划了五月份 我们来看到即将 他要出访中国 似乎故意要抢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接下来会访问欧洲之前 先和习近平要来进行会谈 好 这将会是普丁新总统 任期的第一个海外的访问行程 至于习近平的访问部分 我们来看到他在欧洲的行程 预估会出席的是 中法庆祝的建交60周年活动 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计划在巴黎会以来 特别接待习近平主席 双方会讨论的议题 包括了在贸易上面 还有在俄乌战争 这一节我们要带你来解密 在俄罗斯跟法国 因为现在有乌俄战争 还有北约的问题 陷入非常紧张关系之际 中国他接下来会如何在这当中 穿针引线 达到大国的平衡外交 中国在国际之间 接下来会扮演何种关键角色 好 先来特别请教的是 将军你如何看 习近平他现在 接下来可能会 接下来会访问法国 那普丁抢在他去之前 赶快说要跟习近平见面 是否是担心这个习近平 他会受到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一些影响 而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表示普丁非常重视 对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他上任 他这一个任期完毕 新任期开始的 第一个先访问中国大陆 那这样的话 刚好就直接插队 因为紧接着在 在五月底到六月 是习近平要到法国去访问 因为在1964年的 1月27号中法建交 刚好今年是满60周年 那刚好利用这时候 那刚好在前面普林先插队 那表示说对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相当的密切 那我想第一个是 因为俄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 现在俄罗斯谁能挺他 中国大陆挺他 美国其他整个欧洲 通通都是反 我们叫做反俄的 这非常的清楚 那他能够这样子 把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拉近 那一定是非常具有象征性 第二个 我相信他可能是 也是经济上的考量 因为现在目前 在去年2023年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 是2400多亿美元 而且他全部都是 以人民币跟卢布来做结算的 他怎么换算成美金 是2400多亿美元 换句话 他们之间的贸易关系 还在持续加温 那持续加温的状况之下 那俄罗斯就有人挺他了 因为最起码他的这些 包含石油 包含天然气 还有这些其他的这些矿产 那么中国大陆 几乎是最大宗 那又有这个 4000多公里的边境 那这样的贸易的话 将来会更频繁的 互相的往来 那这样的话 追中国大陆在 还有俄罗斯 尤其俄罗斯现在 俄乌战争在打 当然需要钱 需要钱就要靠贸易 那贸易的话 中国大陆是最大宗 那第三个我认为 就是这个 因为法国是挺乌克兰 那法国挺乌克兰的话 这个时候 俄罗斯先来的话 可能有一些 包括乌克兰的 这个方面的战争 俄乌战争之间 那中国大陆 可能就会参考 尤其一定 首先参考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先来谈了 可能会有一些 相关之间的允落 将来俄乌战争 是要采取什么形式的 这种结束 或者中国大陆 要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 这个时候会出来 因为法国也想 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也想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都是站在 乌克兰这一边 那真正能扮演重要角色的 其实是挺俄罗斯 中国大陆 其他挺俄罗斯 都是小角色 最起码没有举足群众 中国大陆 他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 常任理事国 在这一方面 他的影响力是大的 是 所以看了 这个时候先原的上 先来拜访中国大陆 先来拜访习近平 跟习近平取得相关的默契跟支持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叫本小孝高 CP值比较高 因为先下手 就毕竟外交上也是一样 先下手手围墙 第一印象最重要 先达成了共识 那这样子的话 习近平到法国去 跟马克逢在巴黎会面的时候 他可能就有一些 之前现在已经答应人家了 这一方面的话 可能有所斟酌 当然法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 包含空中巴士 这一方面 也是非常的平密 经济的关系也是非常的高 相互之间的往来 也非常的密切 但是毕竟 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已经先下手了 所以在外交上面 这普丁他有这个战略的 着眼点 着眼的重心 是 同一种问题 请教上志哥 习近平坐在中间 旁边还有法国 一边是乌克兰 他如何来做 这个中间的利益平衡 其实我觉得 最近主要就是马克宏 找现在北约的国家里头 过去他是比较愿意聆听 俄罗斯 愿意普丁 但他最近因为开始讲一些 比较强硬的话 大家反过现在的法俄中间 好像变成是习近平 变成两方抉择 可是在我总体来看 我觉得这只是 马克宏暂时的 因为他始终都有一些 机动性的调整 你也不知道后面 义务部跟俄罗斯 又站在蛮靠近的 当然其实毕竟来讲 过去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 但现在已经熬过两个冬天了 大家对于俄罗斯 去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应该已经被证明了 回到习近平 我认为是这样子 我们永远不要把 觉得习近平 就是说中俄关系 觉得这个部分是拿来 可以跟其他国家 跟中国关系相比的 那完全不一样的 要知道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虽然它有一些 将界当中很高的连接 大家还是有一些 暧昧的竞争 可是要总体来说 在近代史上 无论就国父孙中山先生 要知道我们现在看到 国父的遗嘱 只看到一小部分而已 前面还有一大坨是 国父把我们中国的命运 交给苏维埃政府的好朋友 也就是说这里头 从国父建国 乃具到中国共产党的 新中国建立 整个跟俄罗斯的关系的 这个不只是共产党 那种紧密的 在两年前的时候 俄罗斯 欧战争要打开之前 中俄当时签的联合声明 里面的内容洋洋洒洒 是难以想象 基本上两个国家 都抱在一起相爱了 你可以这样看 今年到底 我觉得为了要庆祝普丁 又选上了 因为他刚刚选上 新的中俄联合声明 又会到什么地步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也就是说现在中俄关系上 它是一个总体战略 同时对抗美国 甚至包括跟北韩的结合 因为西方政府就是中俄北韩 作为一个仿佛一个对立阵线 这个东西没有改变 他们自己也知道 至于跟法国 如同刚刚将军讲的 它就是一个经贸前行 以经贸结果 法国要的也是这个东西 中国也很清楚 你马克宏一下台换另外的人 中法关系可能马上就变了 所以这样子一个长期战略 跟一个经贸导向这个东西 其实在我看来 始终不在同个天平上 是 好 我们继续来关心到 这个俄罗斯除了要头痛乌克兰之外 我们现在看到他跟北约之间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冲突导火线 好 这个是来自俄罗斯的报道 二星社的报道 说普丁连任的总统成功之后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这个地方 南奥塞提亚自治共和国议会主席 阿尔罗伯夫证实了 正在和莫斯科讨论 接下来说他要准备来加入俄罗斯联邦 我们带观众朋友特别来回顾一下背景 在前苏联时期 南奥塞提亚跟这个阿布哈兹 好 画面上我们看到两个圈起来的地方 他们其实是被规划在 属于乔治亚的领土里面的 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两地现在就占有当地面积 大约达到了20%的领土 但是在2008年开始 普丁他当时派军将两地从乔治亚给特别独立出来 成立了两个自治的共和国 也让当前这个两地成为前苏联时期 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大多数的状况是这样 居民在当地他们拥有俄国国籍 但是他们却被规划在是乔治亚所有的 俄军会不定期的派出维和部队 稳定当地的局势 好 特别请教张静老师怎么看 现在连这个南奥塞提亚也打算要脱离乔治亚 说并入俄罗斯 会不会是下一场无二战争 不想想程度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了 但是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都经常把乔治亚这个国家的名字念作 它其实应该念格罗吉亚 那南奥塞提亚跟阿布卡斯的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2008年8月之中 因此而发生了冲突 冲突之后 它就一直保持半独立的地位 而且这个全球之中 仅有非常少数的国家 承认他们独立的地位 大部分的国家还是认定 阿布卡斯跟南奥塞提亚 仍然是属于格罗吉亚的一部分 那有没有到达能够说是再爆发一场战争 我觉得要看西方有没有那个议员去投入 他这个就是现在去出访 就是这个格罗吉亚 然后去邀请格罗吉亚去加入北约 这些这个动作都是政治的动作 但是这个格罗吉亚人家也不是傻瓜 看到了目前就是北约也好 欧盟也好 美国也好 去支持这个就是 这个去支持这个 乌克兰的状况 这个 下场很不好 对呀 因为欧美没有直接参战 然后呢 这个死道友不死平道 有人当了炮灰 也当了马前卒 所以仔细要算算看这个 就是这个账好像划不来 而且之前已经打过一仗 这个2008年8月已经打过一仗 打完那次 他也没有讨得什么好便宜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能不动武我是觉得这是第一个 所以到底要不要下定决心 一定要刺激到莫斯科在动武 我觉得就这个莫斯科而言 他并不在乎 因为当时我们回过2008年战役的规模而言的话 这个实际上没有像现在俄乌中冲突那么大 这个普丁快变我们的这个乾隆一样 乾隆是十拳老人打了十个战争 那普丁现在打了九个 再打下去他真的要变十拳老人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在想虽然听了很多的这些传闻 看起来有那么回事 但有没有到那个地步 当然是没有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北约是否会持续的东扩 大家为什么要来征这个 刚刚静哥帮我们拖 这边应该叫做格罗吉亚 好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它位在黑海的西岸 还有高加索地区 特别来看到画面上 它还控制的是离海石油输出海外的一个重要管线 所以已经涉及到能源的议题了 那这当中要和俄罗斯珍这个地方的就是北约 我们来看到这个秘书长史托腾伯格最近有新动作 在3月18号他特别出访了这个地方 讨论要加入北约 好 北约先前已经东扩到波罗的海三国 现在再继续的往东扩 是否激怒普丁 他会如何反应 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北约西洋公约组织 它会有说法 但是不会有行动 我赞成张静老师的说法 因为它在黑海东边 它的北边俄罗斯 它的东边俄罗斯 它跟整个欧洲北约西洋公约组织是隔绝的 隔了一个黑海 所以它在这一方面在地缘上面又隔 又比我们讲的乌克兰又隔了一层 乌克兰是跟这些 跟波兰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他们接壤在一起 这些都是欧盟跟我们所说到的 北约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 但是格鲁西亚不一样 它是跟他们隔绝的 那又是以前的时候 也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成员之一 只是独立出去 那这两个包含了这个我们所说到的 这个兰奥赛提亚跟刚刚讲的阿布哈斯 他们这两个刚好又在俄罗斯旁边 那俄罗斯旁边又支持了他们 所以想要去这个格鲁西亚想要去收复这两个 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后面是俄罗斯的支持 那这个我认为这个是蛮复杂的 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说他这个格鲁西亚就要跟整个俄罗斯相抗 所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对这个格鲁西亚就所说的乔治亚是关心 他真的要付诸的行动 说类似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乔治亚他也不是那个乌盟 他刚好他只是在高加索 这两个独立的 一个占了3700平方公里 另外一个占了8700公里 这两个加起来占了13000平方公里 那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我认为不是借由战争 可以把它 就格鲁西亚说我要收复师徒 我借由战争来收复师徒 没那么简单 因为这是有些历史的因素 他其实是跟北约盟国 土耳其是接壤的 但是北约的盟国在那个 就是小亚西亚那一带 并不是说真正的 那个是对于当初前苏联 往南疆去扩展 那他另外两个盟国 亚美尼亚跟亚塞拜人 其实对于他的这种 就是说去一再去挑衅 又是俄罗斯的做法 也并不以为然 因为这个真正那个油管 从这个离海那边过来 先是经过这个亚塞拜人 但油管经过 然后也经过这个格罗基亚 然后经过土耳其 油管经过 就是大家坐地 在那边收银子 你在那边缴货打造 然后这个银子就收不成 所以大家就讲能够多一事 不是能够少一事 不要多一事 而且就北约能够真正能够去 这个支持 你不要讲别的 光是去支援这个就是库德族 经由这个就是土耳其 然后去支援这个 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族 跟叙利亚就已经是满头包了 所以他在那边算一算 外高枷锁这些国家 一看就知道 这个还是没有到 不要做那个大头梦 是 专家都认为说 北约只是喊一喊 唱之歌呢 你怎么看 其实这一次 就是普京才刚选完 你知道超过八成的选票 他还是置得一瞒的 要知道这次投票当中 包括还是讲乔治亚 怕观众不清楚 乔治亚当中 这个南奥塞提亚 跟阿布哈兹 这当中也有很多人投票 也就是说这里头其实还是投 普京的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也同时知道 北约秘书长 他一直就是在北约当中 不断地经常攻击或批评 普京的这个前五个人 也就是说这里头低成本的 来骚动一下 骚扰一下 乃去创造一些威胁 有一些话题 我认为就是他的主要的 动机跟动作 我刚刚其实就是 从张静所提到的 其实在这几个 波尔地亚的角度当中 这些年脱离苏联之后 他们发展其实非常富 在这里头包括亚赛拜然等等 我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 包括纪录片的介绍 他一些医疗教育 整个国家的部分相对的稳定 虽然还是在极权统治 可是大家所谓这种 慢慢又倾向共产主义 同时又接近社会福利的 这个状况 比我们想象中 其实要干复数很多 所以看到乌克兰 这样子的状况 大家都不会那么傻 而且不要忘了 人刚当选 普丁刚选上的时候 这个志得意满 从他1995年 现在已经执政25年 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傻傻 想要挑战他的权威 好 那如果我们假设 如果北约真的让这个地方 就是格洛基亚加入 欧美还有余力在打 另外一场战吗 我想应该没有 这个就是说你现在已经 几乎打到他的这个能量 能量的极限 现在这个北约国家 已经达到 被打到 就是该用钱的用钱 然后各种的威胁感 已经要开始预备 重新讨论增兵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于乌克兰这个事情 还没有这个就是说真正反弹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 都已经将增兵制 就是要取消了 你现在一家伙要被恢复增兵 让年轻人整个生活 以及未来的人生计划 开始受到影响 这个我们都想想看 我们就以我们在这个台湾 对不对 恢复一年比一的增级 那个在社会上 引起多大的反响跟激荡 对于这个政治的 票源的冲击 这个优势如何 所以在这个形状之下 我就不觉得 他们会有那么强的决心 是 谢谢静哥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 两岸关系在金门又有新的状况了 这一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我们来带大家看到是台湾呢 一共是有两名男子 包括了一位呢 他是25岁的胡姓男子 另外一位是40岁的胡姓男子 在3月17号这一天 他们本来是出海钓鱼 乘坐的是这个波特船的时候 不幸的失去了动力 那在大雾当中呢 就漂流到了泉州的围头湾附近 好 画面上我们看到 他本来是在这边 西边的海水浴场出海 结果在本地岛这边 确定了失联 然后呢 在围头湾这边获救 好 整体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好 先是在18号 我们来看到国台办的部分 宣布会将这个两个人给送返 好 紧接着到了19日上午的时候呢 厦门的海事局也特别通知了 我方的海巡署 在这边 我方的海巡署 来正在准备说要放人 然而到了中午之后 这态度又不一样了 对岸开始做的是已读不回 晚间才通知是无法移交了 传出是因为胡姓男子 他有军人的身份 让对岸的海警不同意放人 好 特别来请教静哥 如何看这一起事件 扣住的台籍男子 真的是因为他有军人的身份吗 还是他们怀疑他是有间谍的身份 您如何解读这件事情 我讲重点不在于当事者的身份 而是在于他身份的资讯 能不能精准的查证 所以通常我们应该这样讲 我们会教育 这士官兵万一真正的 有碰到这种事情 你明可明确说明 你没有必要要隐瞒 因为你要知道你隐瞒身份 而且你又不是在穿着真正的军服之下 可以当作间谍罪 直接把你枪毙掉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讲说今天一个军职人员 万一就是流落到对岸 那我愿意讲一个以前的故事 有一次这个捷迹事件 我们海军总部那个时候 我们时任的这个情报署署长的 蓝林立将军被劫持到那边 他还穿着军服 然后满那个公事包里全都是 那个就是机密资料 在落地之前他在那边 你知道这个几乎旁边的所有人 都在帮他撕了 那个撕了 全部碎碎的 到了那边 那这个就是大路上来看一看 看到有个这个海军的哨将在那 然后其他事情弄完也就放回来了 也没有多做流难 所以今天的问题 不在于他的军职身份 而是他有没有做这个某些东西 有没有这个富有特殊任务 他的身份是不是查证 是否属世 那我觉得这个像这个曲教授 现在在那边讲说 是去要东拆西拆 什么有军事任务的出海 跟休假钓鱼完全不一样 假如有军事任务的出海 他会要又带要征收任务的装备 不可能这个就是空的两手 这个他也不是什么超人 有神眼 对不对 他也有顺风耳 没有这种事情 他就带着钓具就是去钓鱼 对不对 他要去征收 那个征收也不是从那个地方出海 征收真正出海的时候 有他既定的 我们有这个所谓 这个在金门有所谓两栖营 两栖营他负责是专门这个任务 那假如这位这个军职人员是两栖营 那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他不是两栖营 我们不会去找一个外行人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今天要面对两栖这个事情 尤其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要保持正常思维 少乱发想象力 是 重点还是在于身份的查证上面 不过我要特别来请教将军 因为这个国军落海被对岸捞起来 其实过去有一些案例 先来看到2017年的时候 有一名金门服役的董姓男子 他出海钓鱼 结果他是这个渔船的沉没 之后被中国的军方救回厦门 然后由金门的充实自会给接回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处理上面就比较复杂 刚刚也说不同时间一波三折 您如何解读这件事情 对 如果他是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的话 可能就是按照一般的惯例就很快受害 就是因为他有军人身份 那军人身份张静老师刚才也有说 他是不是有是不是两栖侦察营的这个成分 他要问清楚他的背景 他可能整个一个审讯 他有一个审讯的这些资料 审讯的内容 他也有类似的这个SOP标准作业程序 里面的他整个的出身背景 单位单位里面是什么的性 什么任务性质 有哪些编装 他刚好利用一段时间 彻彻底底好好问一问 就是因为他有军人身份 我们知道去年的3月9号 有一个二南岛一个士兵 一个陈信的士兵 还到大陆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是军人 他只是个士兵而已 那这一个是士兵 是士官 是军官 他还好好的问一问 那他都问了 整个成长教育的背景 什么样 部队的编装 武器的技能 他也这个时候都要去 竟然来了好好问清楚 如果是有这个我们讲到 勤收这个任务的话 那又不一样 他可能是一般的军人而已 一般的军人 他是休假 休假钓鱼 然后钓鱼 这个海流 这个海泳 他不是那么熟 这个飘到围头弯了 然后这个船也有一些故障了 然后就被捞住了 刚好这个中国 中国大陆刚好可以利用这些人 好好的 利用这一个人 走好好的调查 好好的审讯 可能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情知 可能会得到一些 重点还是在查证这个他的 有没有一些特殊身份 不过继续请教将军 因为在2月14号 当时发生了金门翻船意外 酿梁死 那两岸关系到现在就是非常的紧张 大家也在怀疑说 这件事情会不会跟两岸关系紧张 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在处理上面 你可以看到一波三折 我看就算是2月14号的这个 惊吓事件如果没有发生 我想中共大陆抓了这一个 救起了这个军人 他也要去调查 他也要去来龙去脉 他的军事的背景 还有没有什么意图 有没有什么目的 或有没有赋予什么任务 哪怕是单纯的钓鱼而已 他说你单纯钓鱼 那背后的动机在什么地方 他也要把这个调查的清清楚自己 可能这一位军人的背景的人 他落海之后被捞起来之后 他可能有所隐瞒 就一问出来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他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他有军人的身份 又不一样 可能变成这样的 我认为他跟这个2月14号 惊吓事件未必是这样 只是说惊吓事件造成双方 就两岸双方 这种氛围没有那么好 大家的这种彼此的信任度降低了 只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一件事情 我认为是单独的事件 可能因为也是气氛不好 我们就想到说 是不是因为惊吓事件的这种延伸 会把两个串联在一起 我认为是一码归一码 只是说目前气氛不好 大家把它联想在一起 是 气氛不好 让大家更紧张 不过我们也看到 这个国台办的部分 想要来特别请教上志哥 因为态度上面有一些不一样 18日的时候 先说是会放人 然后送返金门 然后还说 两人的身体状况是很好的 然后但是我们来看到 现在又态度上面有一些转变 您如何解读 国台办算是处理两岸 当中一些正义的问题 但是要知道 比如在国台办 应该说它是上 或者是还是有两块区域 国台办是没办法的 第一个涉及解放军 涉及军事 第二个涉及国安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 简单 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后面的敏感性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已经看到 香港方面有一些论坛在讨论 披露了一些周边 细细碎碎的 专友在查证 但我认为这个部分 要值得注意的 首先这对于国台办 从一开始说18号到19号 要做交接 以过去的处理经验 当中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按照常规处理 但是会戛然而止 不再联络 表示一定背后 有敏感性的东西 否则不会这样子 现在因为有传出说 这个25岁的部分 胡信 这位他就是中士 他就是海龙挖兵 甚至有具体讲出 包括他的身份 跟他的旗帜有传出来 也就是说为什么 在现在两岸这么紧张 因为先前金门遗传事件 按照道理 你现役军人 你放假是不能下海的 如果你要出海 你要登记的 还有这40岁的 无姓男子是谁 目前是一些搞不太清楚的 主要是现在 要注意一件事情 现在我觉得中国大陆 非常在意的部分 就是先前也传出 现在美军 美国方面其实有在 包括金门澎湖 在代训 在我们在前线当中一些人 所以这里头 有没有任何的涉及到 跟美军训练有关的东西 包括刚刚将军讲的 这方面的情报 我认为一查到这样的身份 因为以一个中式职业军人 明知道你放假就不能下海 而且你不能像这样 一看就是不是 按照你申请登记 你这样的下海 这里头如果有查出 他有手机 有任何的 刚刚讲 涉及到军事收集情报 而且你这个兵种 海龙挖兵 你本来就是勤搜 你就两栖勤搜的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像我们要谨慎的 不要让它放大 但这件事情 到目前看起来 我比想象中复杂 是 靳哥我再持续一问 如果我们是假设 他真的只是单纯的 收嫁钓鱼的话 接下来可能的结局 又会是什么 我想惊吓海域 惊吓海域 现在我们各种想象里 已经从惊吓海域 到惊吓海域 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要看一件事情 一些事情还是要一码归一码 要把它理清楚 你也不可能把很多东西 就纠缠在一起 但是我们确实要了解 就是两岸之间 缺乏信任以及缺乏沟通管道 这是事实 而这个历史是动态的前进 我们尽量跟对岸在交手协调的过程中 不要去开罪 就是无关的第三方 向留五店航道 留五店航道是大家航安都需要的 对不对 我们在那边拿这个去卡 你不可能去解决2月14号 拿那个当做交换筹码 所以我希望处理的事情 一码归一码 然后一件逐渐的理清 这个是比较可能的 你说我这个地方卡住你 要你那边让步 这是不可能的梦想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两岸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时候是睁着眼睛 说瞎话 媚着良心过日子 你非要把所有事情都去贪的弄明白 你到了最后很可能是自取其辱 是 将军呢 我认为就是 因为这个是变成中国大陆一个筹码 因为他有军人身份 军人身份跟一般老百姓就不一样 那军人身份的话 他现在抓在手上 那什么时候要放 本来是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政治的小资源 小筹码小资源 他可以在这边做操纵 什么时候放回去 那去年还有那位 那一个士兵还没有放回来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海龙蛙兵 这位士官 他是具有士官的身份 又具有特殊 因为你居然是海龙蛙兵 你这个方面的话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特殊的任务 规定不能下海 为什么在海上把你救起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样 那会不会有这个状况 那自己要怎么样放 那可能要 我们要示出什么样的善意 那中国大陆可能就会 把这个人就放回来 我认为他把它变 转换成一个救人事件 转换为这个筹码运用 他已经升级到筹码运用 变成掌握 球在中国大陆手上 他什么时候发球 什么时候把这个球抛出去 掌握在他手上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 他会善用这一个小小的宗事 但是变成一个大大的筹码 小筹码变成一个大筹码 那我们要去跟 是我们有求于他放人 不是他要主动放人 那你有求于中国大陆放人 你要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来应该重招 或以后一类似状况 要怎么样去应对 怎么样去处置 怎么样去接触 甚至怎么样上谈判桌 变成中国大陆他要在看 看你怎么出球 他在做怎么样的决定 放还是不放 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他有掌握一些主动权 地人政治 内争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